不要太難過 有機會有機會 好不好我們刺激一點好了 好 因為我去加拿大回來 等了兩天馬上就去上海 我們送蛋了 然後我去上海 因為大陸真的沒什麼 我們是想要買什麼 因為我們怕買到黑心貨 但假的好像不太對 其實上海 蠻像一個融合的都市 因為什麼人都有 然後有個地方 還蠻特別 我覺得台灣應該可以去觀摩一下 台灣不是很多做首創的 年輕人嗎 T恤、娃娃還是什麼 好像自己創作一堆作品一樣 可是上海 很厲害的是 它有一整區像西門町的一個地方 叫田子坊 裡面都是一些 首創的作品 然後一些年輕人為了自己夢想 自創的一些品牌 在那個地方 我在那邊逛好開心喔 因為覺得那邊比較沒有黑心貨 因為都是首創的 都是自己創作出來的 他們電影有的 都是本身自己是作者 他自己會解釋 然後看到一個很可愛的娃娃 這個娃娃 好像看不下有什麼東西啊 他是用中國的一些 牡丹啊 那種布料 然後去做的一個 手工娃娃 哦 這樣 他是一個 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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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他會戴上我們五次的那個帽子他會穿上去 哈哈哈哈 然後就是很風躲啊 那還以外 剛剛都封起來了 剛剛都很強很強 對啦很可愛對不對 他說我要買的時候我已經好可愛好好玩喔 可是他說我以後我要買這個 可是他說你買這個才能買這個 我是這樣喔 要喝兩瓶買 好煎炸喔 對啊不過真的很可愛 我覺得他做得很用心 就是用手縫的這樣子 好 就送這個喔 好 好緊張喔 哇 哈哈哈哈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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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來 就蹲蹲蹲蹲蹲 哈哈 哈哈 好了 好緊張 好了 接下來 哇 剛才 哈哈 哈哈 哇 073 哇 啊 哇 好帅